这是给大家录一个蒲公英 这里有两个部分 然后我们这次要用到三个颜色的线 一个金黄用来烙这个脸的部分 然后绿色用来烙这个根部 白色烙这个蒲公英这一部分 我们先把这一部分 脸的这一部分烙好 现在这个地方打个火结 随便怎么打结都可以 这个地方只要防紧了就可以 然后稍微烤一下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随意捞了 尽量两个钉子之间不要重复走线就好 就是把中间这些部分全部给它分割成一小块一小块 这个是没有什么规律可讲的 唯一要注意的是就是最好不要走过的钉子 两个钉子之间走线最好是不要重复就好 这边就是这样的钉子之间 这边就是这边的钉子之间 你给我放入钉子之间 这边就把钉子之间的钉子之间 響鐘 響鐘 像这些空隙比较大 然后就可以从中间隔一下 这样大概一个底部就可以做好了 然后我们就从小部分开始 然后把它稍微密一点 就从这里开始吧 这个程度差不多就好了 这个地方是个眼睛部位 从这边走过去 图子上会 可以看得到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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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线图弄上来稍微烤一下 小心别烤到别的鲜 不然断了的话就白做了 这一部分做完了 接下来我们做 浮风印这一部分 用白色的 线 可以看到这里 中间有三到四圈钉子 我们该怎么做呢 先找到这一颗钉子 然后打结 然后打结 烤一下 可以看到图子在这里 开始 我们绑在这个位置 然后按到图子上面 先走 中 中 最外面这一圈和 到处最外面这一圈 中间留一圈 留了几个钉子 先不用管 走这里 然后就这样 到这个位置之后 我们连接这边这个位置 然后就可以走 中间这一圈钉子 中间这一圈钉子 只隔了一个钉子 再走 嗯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把最中间和外面连接起来 这一圈跟外面这一圈是连接起来的 一颗钉子连三到四个钉子左右 一颗钉子连三到四个钉子左右 这个时候我们就把中间这一圈给大家 烙满满就可以了 就随意走不起直线吧 把线稍微压一下 不能不好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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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不多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可以打结 抖掉 在这个钉子找一个线 就找这根线 扣住 拉出来 然后从下面 把另一头拉回来 拉一个活节 套在这个钉子上 拉紧 剪掉多一圈 然后我们再把这些这几个飞出来的分出来的那种花絮吧应该叫 稍微连接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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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打结 稍微连接一下 一会儿 因为这样子下线的锅针 再用两头转好 稍微连接一下 稍微连接一下 淀 然后剩下的两个也同样的方法 直接用锁边的方法就可以 再用锁边的方法 再用锁边的方法 还有最后一个 有点准备 这一部分做完了,现在就剩最后一步了 用这个绿线把这两个连接起来就好了 打过火结,套在这里 这个流出线每一次打结都要 就随便这样捞两下就可以了 随便拉两个钉子就可以了 好,做完了 好,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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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